好,台电赞不赞?赞! 跟基隆市政府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 以及基隆家福中心主任陈美军等贵宾都到场共襄盛举 今天非常高兴代表谢伟洋市长参加我们今年度的台电协和电厂的奖学金的颁奖典礼 那我想今天也是有许多学生来获得奖项 那感谢我们台电公司协和电厂常年支持我们在地的学生 那提供给我们学生教育的帮助 而且并且台电也维护我们国家供应的稳定 台电长期以来支持地方 尤其是我们协和一直是我们基隆重要的一个支柱 那也非常感谢协和电厂来提供一个奖学金来支柱 我们的学子们在求学的路上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后盾 那在此也代表我们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谢谢我们协和电厂以及台电长年以来对地方的支持 那在这边首先要恭喜各位同学们获奖 那也要感谢我们台电提供这么丰厚的鼓励 那相信各位同学能够通过我们此次的获奖化作驱动力 抓住你的梦想 充满行动力的具实践开启自己不凡的人生 感谢台电给我们的温暖 各位同学加油谢谢 我们今年协和这边我们办法奖金总共是199万 那社会的学子是有1155人 那我们也希望协和能够永续存在 那能够继续造福各位学子 那也让这个爱能够不断电 这是我们最终的期望 也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 那针对于中山高中跟安乐高中的这些学子家会很多 那学校这边呢也针对于我们表现优秀的学生 还有家境需要帮忙的学生 我们每年也推荐让我们协和电厂这边来帮助他们 然后他们到了大学端以后表现都非常好 而且对他们的家庭呢也有降低了很多的经济压力 这个我们要非常感谢协和电厂的帮忙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孩子可以说近百人 能够得到这样的帮助 可以让他们在学习能够更多元 买到更多书籍来帮助他们申请他们想要能够完成的梦想 或想要读的科系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 很棒对我们孩子很棒的激励 台电从1990年设立奖助学金嘉惠学子 今年再度串联全国20座电厂颁发奖助学金 期盼鼓励学子们努力向学 未来有机会也能够帮助他人回馈社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